你会不会看到在世界杯上出现这样的一幕 这是失落的泪水 这是欢笑的泪水 巴拿马队长托雷斯用感动的泪水述说着 他对国家队无声的爱 乌拉圭球员西门尼斯·无奈的泪水同样令人动容 他的泪水是对比赛无力回天的凄凉 除了泪水 世界杯上还有亲情的延续 金杯老人的经典形象和标志性的大力神杯成为了一代人的回忆 如今他的儿子延续了他的梦想 相信天堂里的老人也会继续感受到足球的温满 和亲情相比 友情同样珍贵 克罗蒂亚门将苏巴西奇扑出点球后 展示着T恤上好友的头像 因为他的好友库斯蒂奇十年前因为意外而离世 十年的时间里 他穿着这件T恤带着好友的梦想站 作为世界杯年龄最大的主帅 71岁的乌拉圭教练塔瓦雷斯主着拐杖来到俄罗斯 在球队绝杀埃及时 老帅主着拐杖起身庆祝的画面感动了所有人 这种坚持的力量令人动容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给您收拾一下